我们7月26号会议基督上新闻稿 发新闻稿是几月一号 市府邀请远雄团队 这是远雄营造以及远雄公司 以及建筑师事务所 参与讨论未来因为工地安全 而必须及时进场施作的工程项目 远雄同意市府两个观点 第一个 不是远雄公司在过去数周来提出的备查 是送审 这是一个公共工程必须走的程序 第二个 所有的工项在今天讨论之后 远雄要完成施工计划书送审 市府审查通过以后 使得进场施作 跟各位说明一下 市府在上个星期五 下午四点钟收到远雄送的 这个两页的工项之后 这两页工项总共有二十八项 在这个二十八项里面 市府有两项有条件施作 同意 十七项同意施作 九项占不施作 施工计划书不必等到全部准备完毕 施工计划书如果远雄有把握 可以提送部分 因为市府远雄台北市民 大家关心的是工地安全 依据工地安全 有哪个部分的施工执行计划书 完成之后 送审审查即刻进行